由機動市議員張秉均積極爭取中山區西町路中油加油站裡面 設置電動機車換電站已經正式啟用 有車友很開心專程前來換電池 感謝也稱讚張秉均 讓車友們更方便 當然是比較方便啦 不然都要跑到那個玉昌中山一路那邊換 不然就是那個區公所 中山區公所 啊現在出來的話可能就比較方便了 對住大進大城裡面的人也都蠻方便的 張秉均認為西町路中油加油站電動機車換電站正式啟用後 不但方便電動機車車友換電池 也更方便車友們到中山區外木山等風景區觀光遊玩消費 那秉均其實一開始就收到我們很多Gogoro的車主在反映 希望在我們的西町路這邊來增設Gogoro抽電站 當然因為經過一段的時間 包含一些電路的設計以及西町路一些路線的問題 那我們充電站也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但也在10月4號正式來去啟用 那相信未來我們的很多住在中山區的 只要行進西町路要去上班的我們這些車主們 未來都可以在我們西町路的加油站這邊來騎著自己的Gogoro來這邊換成電池 再也不怕擔心騎到一半沒有電池的 前往我們中山區很多風景區的必經的路段 那這邊多了一個Gogoro的充電站之後 相信他們要前往不轉到萬木山 白米用 仙洞眼 甚至到萬里 他們都不再擔心沒有電池 然後可能會停到一半沒有電 那相信這部分一定可以有效的帶動我們中山區觀光的發展 西町路加油站換電站正式啟用 也可以方便許多不同廠牌電動機車族來這裡更換電池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